環保局經檢人員從水溝裡 挖出一坨又一大坨的灰色泥水 但不管怎麼清 泥水數量還真的不少 原本水溝裡清出的應該是淤泥 但仔細看灰色泥水相當乾淨 打開每一個水溝蓋 平均都可以清出15包以上的泥水 不一樣不一樣 一看就知道它全都是水泥 它都是很黏很醜的 一般汙泥不會這樣 你們挖了多少公尺 然後每一個水溝蓋 大概每一個都幾包 我們從六河街口一路挖過來 昨天開始挖 每個洞大約都是十包起跳 這個乾掉就很麻煩 這個乾掉我們也沒有辦法處理 變因你排水不涼 水沒辦法排出到那個河那邊 就會造成淹水 金融市議員呂美齡到場關心 沿著水溝蓋往上游走 發現距離100公尺的 市政府下水道工程 疑似是禍首 你看 我那個 我那個是會硬掉咧 因為下水太多了 因為現在有水啊 昨天下雨啊 他們本來是怕硬掉 所以他們從昨天開始挖 後來剛好有水 昨天挖得更稠 現在是因為下過雨了 有水積在這邊還要比較好 過濾完之後有沒有 我們再把這土用太空包 剛剛有白色袋子裝起來 然後載到我們 因為我們有申包到台北港去 運去把這些土包運到台北港 你看它沉澱完之後 那個水上面浮起來 那個是乾淨的水 它不是說像這樣的泥水 對 後去你還在查看 這個部分我可能要再查看看 在試做過程當中 這個部分有沒有 譬如說在洗筒子什麼的師傅 把它留下去什麼 經過包商員現場判定 發現水溝內的泥水 和沉澱的泥土相似 市任府公務處前往了解 研判市工程進行推進時 溝壁出現了坍塌破損破的裂縫 導致泥水灌入 目前還要找破裂地點盡快修復 我們早上有過去了解 那這一段的部分可能是因為 我們那個推進是用泥水解壓方式 那可能是我們那一段的排水溝 可能是有濃縫或濃縫 所以造成那個 濃水跑進去造成流浴跡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去做 監視排水溝的狀況 如果排水溝確實有損外的話 這個部分我們會進行修復 那這個不是本工程 故意把那個污泥的那個排放 故意倒進去排水溝內 我是很慶幸說環保局 因為經常來尋水溝 然後來發現 來發現說 怎麼會有這樣那麼多的污泥 所以在颱風前的前一天 他趕快來漆 然後又昨天又下了雨 所以今天那個泥水也比較稀釋了 然後昨天已經挖了100多袋 那今天又挖了100多袋 那當然可能下午還會繼續挖 所以我覺得要趕快來查清楚 到底是誰 這個泥土 到底泥沙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然後呢趕快來截流 來阻止 否則都化 這樣下去的話 可能挖不剩挖 我是希望市政府能夠查明 那個泥水到底是從哪裡來 而且要查清楚 到底是哪一個單位所造成的 然後呢必須要由那個單位來解決 並且來釐清責任 好在這次軒然若颱風來襲 清潔隊員清水溝時 即時發現 否則一旦泥水固化 恐怕就難以處理 記者王少民基隆報導